歡迎收看東京走橋 我是偉恩 今天呢 跟老婆要一起在那個 東極東橫線上一日遊 東極東橫線上我們今天目標的站有 澀谷中暮黑 然後自由之秋溫代觀山 然後都是很好逛街 然後也蠻雅雷的地方 可是呢今天我們的起點是在 池高大橋站 因為我們住的關係 所以一路就坐到池高大橋 然後現在呢會先前往今天的第一站 就是 Starbucks Wizard Road Street 帶中暮黑 哇第一次從這個角度看 Starbucks這一桶 通常都是從中暮黑那邊這樣走過來 然後把最精華的 吃掉 渴嗎 好吃 好吃喔 好吃 日本旅遊必備優惠券包含 Big Camera 藥妝店 百貨公司 都幫各位放在影片資訊欄 快去看看 你第一次來這個全球只有六家 然後日本應該只有一家的 Starbucks Reserve Road Street 你覺得怎麼樣 覺得超酷的 看到那個 咖啡豆在上面運送的過程 真的超酷的 打開眼尖 流牢牢進大觀人 我個人是覺得它那個 一樓挑高的地方就覺得蠻爽的 對 然後整個有四層 然後每一層的DECO都不太一樣 對 蠻酷的 可以值得來一下 對 但是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剛剛 手足帶出超久才好不容易做到戶外的位置 對 可是戶外的位置蠻少的 所以大家就是來的時候 可以先來找戶外的位置 然後放那個 預約的席 在那個座位上 然後再下去點餐 這樣 然後最後再跟大家講一下 這邊這牌阿 全部都是櫻花樹 除了木黑船 中木黑的櫻花樹 所以 這邊櫻花季的時候呢 是最熱門的 然後如果要看到全部的零花樹的話 建議要坐在三樓的戶外座位 我們第一站那個 花的時間比我預期的稍微久了一點 因為我剛剛為了要認真拍片 然後還有排隊還有找戶外的位置 就是搞了蠻久的 我們現在時間差不多是下午1點 然後接下來呢 要散步到那個中木黑車站 然後我們要再去開箱一個 最近好像還蠻夯的 來自應該是福岡的天天圈 叫I'm Donut 問號 現在你走在的就是 中木黑這邊 著名的那個 木黑川旁邊 這我知道 對啊 沒有我是要問你說 有沒有覺得這邊散請不來很讚 很讚啊 我以前好像一個人的時候 會來這邊 稍微晃一下 因為旁邊有一些文青的那個 文具店啊什麼的 對 這邊其實也有蠻多那個啦 什麼 服裝店啊 然後E-SOP啊 然後 好像就一間一間的那種小店 槽店 對 但我記得它好像比較 散 對 就是要稍微走一下 沒錯 你講到一個重點就是 中木黑這裡 它其實不是一個 逛街很集中的地方啊 它就是有一些文青小店 然後主要就是 這條河川的散步跟那個星巴克 對 好我們現在來到了車站啦 中木黑車站呢 就是這個 高架橋的下面 其實也有一些店家 然後包含 子胎啊 書店在這邊 如果有興趣的人 其實也可以去逛逛 再來試吃一下糖霜 你吃的也很醜耶 你吃的也很醜耶 糖霜就是很甜 很好吃 真的還蠻好吃的耶 因為它就是 跟剛剛講的一樣 不會太甜 我覺得這個糖粉灑的恰到好處 然後它外皮有一點微微的 不算脆啦 但就是比較硬 然後裡面的口感啊 是很軟 可是很濕潤 然後吃起來有一種那種 就是 類似麵包的香氣 有點像法國吐司 很好吃 它原味的超好吃的耶 它這個 Custard啊 就是裡面很超級creamy 然後很香 然後外面的這個甜甜圈 當然還是一樣 就跟原本的就是很好吃 我覺得這家店的重點就是呢 它所有的東西吃起來都不膩 就是它滿甜的 可是不會讓你覺得很死甜很膩 讚 我們現在從中暮黑座驢站到代觀山 好久沒有來代觀山囉 這邊一出站啊 車站的右手邊馬上有一家那個古著店 連鎖的2nd Street 然後我剛剛發現啊 就是 車站一對面 就之前那個已經換了地方的Tenoha 我不知道它已經重新開幕了 所以我現在要去裡面逛逛看看 Tenoha捲土重來路 感覺是從剛剛開幕 因為我看到 左邊有很多那個開幕的花欄 然後它這邊設計概念跟之前 感覺差不多啦 就是 半開放的一個那種類似小庭園空間 然後裡面 之前Tenoha是有一些賣 家具啊 家飾品 等等 然後我還滿喜歡日本這種 就是空間的設計感 然後有很多 那種木材的建築 然後再種很多樹的植栽空間 就感覺滿漂亮 這區我怎麼沒來過 超酷 這一棟應該是叫Forest Gate 剛剛那邊不知道為什麼有寫Tenoha 可能剛剛那個小區域吧 然後這邊就是12月 然後還有明年感覺滿多東西要開的 就是像Blue Bottle啊 酒馬龍 然後還有一些餐廳 然後飲料店什麼貴的 目前感覺是超新的耶 之後再來拍給大家 你還記得了你上一次來代官山是什麼時候 五年前 五年前 欸啊 鏡頭比較歪 然後 我們昨天在做功課啊 就是在查代官山 有什麼餐廳的時候 看我就發現代官山這邊有超多那種法國料理 或者是義大利料理的擺明店 然後呢 都超貴 就是中午後晚上吃大概都要兩萬到四萬左右 四餅 對 然後我才傻傻 欸不是傻傻 就是我以前就覺得代官山是有滿多逛街 可是我不知道它奢華成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大家對代官山的影響就是 結論跟紅白山 那個照片這樣 欸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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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有一整間的Timberland 怎麼辦 每一間感覺都超好逛 好 看一看 而且這家店的那個水洗牛仔褲直接在門口 洗給你看 撈掉了 撈掉了 這邊有三宅醫生 還有一個 三宅醫生的 不知道 男裝吧 看起來 好 !! 我們在代觀山就是行程算蠻集中快速的 去了三家二手精品店 然後其實代觀山這邊果然就是很奢華 就是你看二手精品店 然後還有昨天看了一堆很貴的餐廳 之外呢我們剛剛休息的地方其實 這邊啦就是有賣一些什麼 小雜貨 小雜貨日雜 還有一些衣服 但是應該都不是便宜的 對 所以我們今天不會再花太多時間逐個店去逛 因為我們還要去下一站自由之切喔 想出去吃一個天店百名店 然後Tabelloku應該有四分的 不會唸的Pâtisserie Patisserie Patisserie Wiche Pâtisserie Patisserie Patisserie Wiche はい 下面就是代觀山的車站啦 其實車站附近就有蠻多 有的美的可以逛 今天行程是不是很有你的風格 我就是逛街人啊 然後我不用吃飯啊 然後我不用吃飯啊 觀眾有沒有發現我們從早上 我早上吃了一個飯糰 然後去星巴克喝咖啡吃了一個蛋糕 半個蛋糕 然後剛剛是什麼 吃了幾口甜甜圈 對對對 剛剛為了拍片是吃了一堆甜甜圈 然後到現在就這樣 我什麼 閒食都沒吃 對 然後又要去自由之秋吃甜點 對 今天就是精準點到點 然後一些女性購物的景點 你以前來找我的時候 是不是還蠻常來這一站 幾乎每一次都會來自由之秋 有印象有什麼好逛的嗎 好讓我回想一下 有一些百元商店 然後還有一些鍋碗瓢盆的小雜貨 那我帶你去之前買紅茶那個Trenchy看一下 好 還蠻久沒有來Trenchy了 好走看看吧 Trenchy這邊就是一個有舊的 應該是鐵道或者是車站倉庫 所改建的小小的算商業設施 然後之前來的話裡面就是有蠻多日雜 然後還有那個紅茶嘛 山田獅子是不是 之類的 反正是一個很可愛的插畫家的紅茶品牌 對啊 每一個罐子好像都不太一樣 對 不過蠻久沒來 不知道現在這裡 有沒有什麼新品牌 很明顯是還在吧 好 第一家是一個麵包店 就是像這種感覺的一個小小的園區 好 這邊有一家茶店 整家店都有賣台灣茶相關的東西 不知道這哪一家 神秘 3T 好這邊有一家台灣也有的NATURAL KITCHEN 主要就是賣各種日雜的 還蠻好廣 以前我老婆每次經過 我超想把這邊全部的國玩瓢盆 全部扛在台灣 好這邊又有一家賣DONUTS 看來日本的朋友們很喜歡吃DONUTS 好 上來二樓 右邊這邊感覺是一個COWRKING SPACE 這種辦公室的感覺 對沒錯有蠻多公司的 剛好 左邊好像也是 這邊是一個感覺可以辦公的CAPE 所以現在 樓上之前的商店好像都沒了 變成辦公空間 哇 還怎麼辦 這裡變上班族的 上班的地方 真的 只有一樓有一些餐廳 原則上變一個辦公室囉 這家就是傳說中的甜點店 阿里斯里什麼WISH 耶 我們吃完了史上最好吃的甜點 喔對我們要來講一下感想 我們去找個地方吧 我也是覺得它 第一個就是它層次真的超級多 就是你吃進去會覺得 哇 可能有A B C D E 五個味道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每一個用料 就比如說 榛果或巧克力或 莓果或蛋糕或鮮奶油 反正都讓你覺得是 最頂的 就是哇 很好吃 然後這個甜點吃起來完全不膩 然後全部吃起來就很融合 然後像莓果的那個就是酸到 恰到好處 然後巧克力也是香到 恰到好處 然後那個底部的餅乾啊 超級好吃 反正我覺得是一個 很難要言語形容 你一定要自己吃過 然後才會知道說 哇靠 原來甜點可以這麼好吃 好 自由日秋呢 因為大部分就是一些日雜的店家 那因為我們晚上還有逛街的行程 所以那我們就最後前往 澀谷站囉 我們剛剛想說 應該說我們昨天有查一下 什麼K-LOOK 對K-LOOK 或Shubuya Sky 然後呢 就是只剩下中午的時間 結果我們現在晚上七點多嗎 現場來買票 直接已經沒有票了 六點半才沒七點 所以要上來輸壓 應該一定要預約 對 沒錯 那因為我是已經看過了 所以就留待下次的約會行程吧 最近政府在推動不要來澀谷過萬聖節 然後我們現在走到澀谷最著名的十字路口 然後可以看到這邊 真的是萬頭磚豆 人多到爆炸 我們現在要去找 碗肉頭米來吃吃看 然後雖然我感覺應該 很有吃不到的機會 剛剛找了老半天 發現碗肉頭米好像已經有點變痊癒 有點急 而且它在一個神秘的地方 如果你按照Google Maps的話 基本上會找不到 然後就在這個地方 但我們今天應該又吃不到 我來掃一下它的那個空位預約好了 我們今天各種失敗 就顯示出了東京是一個需要事先預約 不然就是要吃鳥貴族的地方 而且其實鳥貴族通常都要排隊 沒看得到 沒上去 Shibuya Sky 對 然後也沒有吃到 軟肉蜜 沒關係 我要準備了一個備案的咖哩飯 也是很高分的 如果再吃不到的話 我們就去排鳥貴族好了 沒有就是Bosan的便當 沒那麼可憐吧 就忐忐不安的心情 走進神秘小巷弄的樓層 204室 有開嗎?有味? 欸!收到 今天所有的飯全部賣完 吃完 好開心欸 好開心欸 好開心的 我就是吃Tiger Gyoza 最後我們決定來吃火里流塩拉麵 排隊中 結果我們直接坐在店門口吃飯 對 給大家看一下我們跟馬路的距離 吃起來 基本上是在馬路上吃飯 就是一個路邊攤 對 有那個新南夜市 樂華夜市的感覺 有比日高屋好吃嗎? 有欸 好吃在哪 脆、香、肉 蠻脆的 嗯 蠻脆的 肉有比較多質感嗎? 或是說調味比較夠嗎? 可以不要一直問我這種問題嗎? 好抱歉 蛇盲 好我來試吃 好換我來試吃 喔 比日高屋的好吃 好吃嗎? 皮比較脆 皮腿嗎? 肉很多嗎? 肉皮要多吃 嗯 然後味道也比較香 好吃 這你第一次吃韓流對不對? 那 我有個問題 你們很會西拉麵嗎? 對啊 我超不會 好吃嗎? 好吃 認真 蠻好吃的 認真 因為解說一下 我老婆非常不喜歡吃拉麵 所以拉麵要讓她覺得好吃 蠻難的 對 我點的是柚子辣拉麵 然後我覺得蠻好吃的 還是因為我現在肚子餓 也有可能 但我可能覺得是因為清淡的湯 然後有辣 所以你沒有那麼排斥 對 因為我沒辦法吃太濃厚的湯 嗯 然後又一定要有辣才爽 對 其實蠻好喝的 因為它是清淡 然後加上一點點微微的辣 然後還有柚子的香 然後麵的話 其實我覺得就稍微沒那麼好吃 因為它是皮鹽比較軟 而且反正就不是那種我喜歡的很Q 然後麵比較有麥的味道的拉麵 就是 有點東西喔 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 來逛LOFT 謝謝 耶 好 剛剛發生什麼慘劇 就是 我逛到太晚了 嗯 然後已經不能退睡了 然後它退睡最晚的時間是8點半 就是澀谷的LOFT 對 音樂時間到9點而已 對 然後最晚退睡時間8點半 所以我就沒有退到帥 QQ 好現在已經晚上9點啦 那我們今天這個 有一點神秘的 冬極東橫線 也不算的 一日遊就到這邊結束囉 下次再加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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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